唉唷 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龍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還是競技場大師的比賽 這場比賽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一開始大家的資源都非常少 這個需要暫停才能看到 資源只有170木頭 100肉跟100斤還有200石頭 一開始有一隻豬 肉量也只有70 然後一開始的臭名是 好像是9隻吧 我記得是9隻開決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 對是9隻開決 而且一開始這隻豬也會先被吃掉 而且一開始的臭名就會直接開吃 所以前面的一開始開決 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開決方式 就是你不用蓋房子 然後直接拉豬 然後蓋房子直接去伐木 因為這邊吃豬肉跟這個羊肉 算是植物吧 兩個都豬肉 都是大概要8個人左右去吃 這個效率才會好 那這邊看到黃色是Viper 那Viper這邊選擇西班牙人 藍色這位是Blocker Heart Blocker Heart 應該是黑色愛心嗎 我的英文應該沒看錯吧 最近我有在苦練英文 應該是Blocker Heart 他也是CL戰隊裡面的高手 雖然我跟他不熟 但他的實力我覺得也算是蠻厲害的 那這場還遇到Viper 不知道能不能打出精彩的比賽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文明 西班牙人的話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火器 他的火槍是馬上火槍 這個西班牙征服手非常的煩 那西班牙在競技場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其實不太適合打塔公公 因為競技場的一個戰術非常熱門 就是塔公公戰術 使用封箭前壓 然後插箭塔 用村民敲進去 然後後面出弓兵 鑄進箭塔 然後讓這個箭塔增加箭矢傷害 然後也不用消耗村民去鑄進 這是一個非常侵略性的打法 那這個10強呢 這個比賽也是1810 1800的血量10強的比賽 所以要打塔公公快攻的話 其實也不是很難 只是文明要選隊 要例如選這個波蘭 或者是挖石頭有加持的韓國之類的 或是前期經濟會比較好的一些文明 都蠻適合可以打這個塔公公 但我個人認為 比較適合的還是打波蘭 波蘭塔公公應該是最適合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的話 他後期還有這個霸權 可以用這個村民戰鬥 血量比較多一點 但是在這種特殊競技場地圖來說 為什麼要特地提到霸權 原因是因為 西班牙人後期有火砲塔可以使用 他可以升插火砲塔的時候 村民的存活率會非常高 而且非常難阻止對方蓋火砲塔 一直升插進去 而且競技場這樣的地圖 又非常吃重控圖這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一杯控圖 你很難再去反退回 因為你光是拆這些火砲塔 就要拆到頭破血流 所以法蘭克人可能要注意的點就是 承包桿往前插 然後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西班牙人後期的話 還是比較偏向打吉兵遊俠 跟西班牙征服者 這三種單位會比較適合西班牙人後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吃果速度特別的快速 而且他有192遊俠 也適合打吉兵遊俠還有火槍路線 法蘭克人的話比較多像是打 頭車或是弩炮當成攻兵來使用 他的攻兵路線比較廢一點 只有二級射跟二級防打起來是偏爛的 所以法蘭克人盡可能的不要跟對方打攻兵 當然城堡斯彈你要打奴兵也是可以 反正城堡斯彈誰都一樣 法蘭克人在競技場的表現其實也不差 算是很平庸的表現 勝率來說我覺得沒有到特別驚艷吧 因為他算是古老文明 大家都知道你針對他或是反思或是先行應對 都是法蘭克人比較致命的缺點 我們就先來加速一下 那這場比賽一樣就是競技場有五個勝物 都是要奪取的一個目標 那會比較建議打競技場這張地圖的時候 都打直層 你只要刺頭去偵察看到對方沒出門 大概23P 24P 你看到對方沒有出門的時候 你就知道對方就是來打一個正常的直層打法 因為通常你大概20P出門 就會看到對方已經差不多快出門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時間點就差不多 對方可能會先出門 先拉4吋 蓋房子 或是先行先搓 然後到封建時代 然後去蓋劍塔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打法 當然這邊把朋友進行偵察了一下 發現對方沒有出門 這邊應該就很安穩的 就到了封建時代 然後就會來蓋下自己的兵工廠跟軍這個市集 那西班牙這邊是有個細節 他只要研發一個科技 就可以增加獲得20黃金 在競技場這張地圖 可以不用買資源 你看 他不用去挖黃金 要賣一下資源就可以了 他賣了大概100的石頭 他石頭只賣91塊錢 好省啊 好 那viper這邊直接挖了石頭 這邊還是要打西一陣的感覺 那一打西一陣的話 可能會有個缺點 就是他沒辦法爆出這麼多刺猴跟長王兵 去爭奪中間的聖物 可能要等西一陣出來 才有可能去跟對方做個對打 那他有可能會先被撿走2到3個聖物 才有可能去做一個反釋 這也是西班牙征服者 競技場開局的缺點 但viper這邊好像沒有想要爭奪聖物的意思 他完全沒有出均勻跟馬舅 修道院可能也不會按了吧 直接3TC開農 看來法蘭克人5聖物要拿下來沒什麼問題 不下修道院 viper打出他的標準打法 3TC惡農惡末 非常的濃 這邊石頭補了更多 果然還是要打西針 但是先補下TC 那這裡有個分支打法 就是先補下TC 然後先全力挖石頭 挖出一棟城堡之後再去下TC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的話 雖然可以稍微去爭奪一下聖物 但還是會有點維持一萬的感覺 因為你的西針只有少量一兩隻 還是很難阻止對手的刺猴數量壓制過來 你一個不控好 這個西針還是很容易被送掉 而且還會被對方的勝率給招強掉 所以我覺得 白魄這個打法是比較改良版一點 雖然一樣是打西針 但是是3TC先開農 然後捨棄掉了聖物 然後再爆出自己的大量的西針去做一個潛壓 那這樣子做的好處就是聖物會明顯的領先 而且經濟上會非常的誇張 待會還可以補下第4個TC 待會應該會補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非常適合開TC 剛好可以塞一個位置 接下來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把第3個TC開在前方 那法蘭克人這邊也有開始想要挖石頭了嗎 這邊還沒有開始挖 那我剛剛有說到 法蘭克在競技場裡面石頭也是要早點挖的 因為他早點挖石頭 造價的拼 不管是進攻跟防守 都有一定的使用度 好 那這邊城堡直接蓋一下 西班牙人 在前方 法蘭克人這邊直接讓對手的赤頭走了進來 讓對方偵查一下 看一下BIPER裡面經濟狀況如何 裡面是正常的開農 這邊直接撞TC 會直接收的掉嗎 哇 直接死去 好 一隻刺頭出去打 哎呦 打死一隻老頭 還可以啊 賺了100斤 OK 有一個吸陣之後 但是你看吸陣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喔 被招響掉 但這邊直接造了一隻村民 射了一下 狙追 但是第二隻 老頭直接被射死 哇 兩隻老頭直接被變光 沒想到BIPER這裡居然還有機會可以撿聖物啊 這個聖物可能可以守下來喔 但是對方拉了更多勝利走得出來 好 均勻已經補一下 右邊這邊是哨戰 這是最後一個聖物了 BIPER能奪下最後一個聖物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好吧 那終究還是沒有辦法 極限手下 那這個就是 進進場3TC先開局 不搶生物的一個缺點喔 無生物直接被幹走 還是會有點傷了 但西班牙征服者這個打法 在競技場來說就是 有這樣的缺憾喔 沒有辦法 連BIPER來玩也都是這樣子喔 好 那西班牙征服者 在城牆周圍稍微繞一下 這邊抓到一村來蓋燒戰的 先射一下 你看這傷非常高 好 而且對方還偷織布 織布沒有點 OK 趕快補下織布 那我什麼建議場會偷織布喔 單純只是上城堡時代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一點喔 就是你村民要出去的時候 記得補下織布技術比較好 不然這個沒織布 村民實在是太脆了 好 那BIPER還點下輪軸技術 跟手推測 這個經濟直接標到最高 城堡時代經濟科技全點下了 好 棋子能少量的出 第四個TC準備要蓋了嗎 還是要直接3TC開農上帝龍時代開拆 這個也是經濟場也蠻熱門的一個戰術 我才剛講完法蘭克就這樣打 3TC開農上去然後直接帝王 OK 看來 現在大家都不會農過頭 開4 5TC 直接暴農 3TC打還是比較安全一點 時代比較不容易落後太多 畢竟帝王時代能出巨頭 先開拆對方城堡是蠻重要的 好 BIPER這邊 帝王時代慢了一點 但還能接受 大概不到1分鐘的時間而已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已經看到對方在蓋城堡 席人可以去彰一下 彰一些外圍的村民 好 但裡面有很多僧侶 僧侶招西班牙是非常快的 西班牙要打僧侶戰也是蠻優勢的 他這次改版帝王時代可以研發金冠 可以讓傳道士的遭遭的範圍 再多加1 再加硬刷技術 變成全部的圍圍裡面 僧侶遭遭遭範圍最遠的一個圍圍 連火炮13射程都會被找到的 所以西班牙人到後期也算是蠻強力的 但是需要大量黃金 但剛好他兵工廠研發了 也不需要任何黃金 可以補正一些缺乏黃金的一個缺點 VIP這邊蓋完城堡之後 馬上去玩他的石桶 右邊這邊到處把哨戰給拆掉 讓對方一片黑沒有視野 繼續拆 VIP這邊也是慢慢蓋哨戰出去 現在這就是我說的 競技場控圖的重要性 VIP很知道 先控圖起來外面的礦場 這邊都是他的 但法蘭克人這邊也不太需要擠 因為他這五聖物 只要拖越久 只要不要讓他拿到太多礦 還是有機會可以贏的 但是VIP很聰明 他這邊會先挖前面的礦 他沒有先挖家裡的 外面的先挖一挖 但這邊應該可以再拉一些村民出來 直接採礦會比較好 但他這邊村民數還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暫時不會這樣做 等村民到了130吋之後 才有可能會拉村民出來 這邊西班牙人點出了一端審判 增加生旅的招翔速度 突然打生旅戰 看到他來點這個 招對方的生旅科技嗎 護招 沒想到西班牙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個是銀罐 剛剛說招翔射程加一 那個是銀罐 金罐是霸權 好 記錯了記錯了 我剛剛想說 奇怪 我是不是記錯了什麼科技 想想來真的是對的 好 那 VIPER這邊點一下銀罐之後 也沒有出生旅 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VIPER現在想打什麼 現在他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跟兩個城堡 然後產出巨頭 後面出工程器製造所 如果是要出火炮吧 等一下出到三個 有可能出衝車嗎 衝車好像有可能 再來一點 巨頭 可以 但是會被招到一些 自己的火槍 哇 火槍被招到兩台 哇 損失的有點多 這個還沒有跑速 跑得非常慢 連品種都沒有 但是能拆到一台巨頭 讓它變成有三巨頭的優勢 後面補下了更多村民 下了更多的修道院 哇 真的要轉生旅了嗎 就屬思想建築學 都一一補下 這裡買了一百石頭 石頭不夠用 趕快繼續修 好 兩邊一樣互拆城堡 這裡花學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點了 看一下 沒有點化學 所以火炮現在出不了 但是法蘭克人這邊 火炮已經推出來了 牌子在反擊巨型頭司機 這邊想要用西班牙珠積車去點火炮 但是後面一直有森鋁 這個森鋁已經點下了 這個印刷技術 招牆射程是12射程了 非常遠 Vipe這邊終於補下了化學 化學算是免費的 OK 有火炮 突然發現西班牙珍負蛇 點下化學不會加一弓 為什麼 這是顯示錯誤嗎 還是本來就不會加 我記得火器單位 點下化學之後會再多加一弓 怪怪的 火炮走出來 三台直接 先集火 對方火炮會比較好 Vipe這邊防守可能會有點危險 唉唷 差點砸到 這個火炮非常的危險 兩邊都在空 這個沒有打到 直接收到城堡裡 火炮繼續往前 但是被後面的火箱射爆 法蘭克這邊森鋁站砸得不錯 把Vipe打到有點虧 兩台城堡應該都是要守不住了 手推炮繼續打 終於補下印刷技術 手推炮 手推炮 自己三台火炮也爆光了 Vipe這邊城堡第一站 打出了十分劣勢 Vipe點下了更多的生鋁科技 宗教狂樂 生鋁開始出 但這裡沒有出鋁子生鋁 起碼生鋁我覺得打生鋁戰來說 是比較好出的 Vipe居然沒有出 欸 等一下 他西班牙為什麼沒有增加射程 難道我又記錯了嗎 可能是我記錯囉 這個生鋁竟然射程也是一樣的 難道有改版 我沒有注意到 對啊 傳教室應該會加一 啊他不是傳教室啊 Vipe這個是生鋁不是傳教室啊 哎呀 抱歉了啦各位 那他點一下一罐 即使不是傳教室喔 一般的生鋁也可以增加這個招響的速度 難怪我想說奇怪怎麼沒有這個 移射程喔 因為他點的是生鋁 騎鋁生鋁才是傳教室 這個遊戲的 名字喔 這個單位真的是 各個能力都不一樣 好Vipe這邊轉出了一些戰毛兵 想要來反制火槍 但是出戰毛的話是沒辦法打贏火槍的 那他這邊火槍想要用生鋁去反擊回去 好點一下了最俗思想 那最俗思想點完之後 就可以去招響對方的生鋁 現在火槍先招一下 火槍先打個一炮 直接被打爆 OK很痛 老頭直接倒了兩隻 Vipe直接被壓了回來 現在戰毛兵稍微可以抵抗 但是火槍依舊打戰毛兵非常好用 現在再繼續招響 後面火槍想要先射生鋁 生鋁還是直接倒地了 但是他吃了非常多的戰毛傷害 其實他並不賺喔 這個火槍打下來最虧 好這中城堡不知道能不能守住 火炮繼續拆 唉唷用聰明直接扁爆啦 這邊已經點下了霸權科技 供聰明有這個傷害能力了 好 打這個巨頭非常快速 聰明拉著打火炮也上前 好 聰明可以變成即時戰鬥單位 相當好用 右邊也補下了史料 這個黃金沒人敢挖 好兩隻老頭直接送掉 火炮砸 唉唷沒有砸到 這個三綠殘血剩10滴血而已 BIPER是不是 沒有意識到 西班牙這個單位啊 出這個傳教士比較好 還是他太習慣去按生綠了 原來其實兩個價格都是 100黃金啊 西班牙的話沒有要點生物的情況下 點傳教士會更好一點吧 不太確定了 BIPER這邊按生綠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是要打生綠戰的話 通常傳教士會更好一點 而且比一般的招牆速度更快 好這邊再謀繼續攻擊 幾兵點下2防3防 冰宮學點下 冰宮學點下之後 對建築物傷害也會很高 然後拆衝車速度也會很快 這個聰明直接變成超強的拆工程單位了 好這邊要直接拉村民去打 哇靠才剛講完 你還真正拉村民去扁啦 你看這個村民扁 城堡速度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靠了快600滴血 這邊村民想要來修 但是後面有巨頭 好戰寶兵已經把法蘭克人逼到家裡 但法蘭克人還有2000多塊 西班牙VIPER也是存了一堆黃金 也沒有花太多錢 左邊房子慢慢蓋過去 左邊房子慢慢蓋過去 這棟城堡能夠守下來嗎 這邊拉兩台巨頭 現在要來反制一下對方巨型頭司機 在這邊村民靠速度非常快速 有點快要修不回來 好這邊轉數為新騎兵 法蘭克新騎兵血量有點少 只有72滴血了 好還點下了神權政治 神權政治這個科技 算比較 好先看這邊 好這邊大量清騎兵直接壓過來 村民想要用人肉牆擋住嗎 勝率有點危險喔 這邊要趕快收到城堡裡面比較好 但這邊沒有打算要選擇放棄招翔 而是直接硬招 但是清騎兵打老頭效果還是太棒了 後面老頭直接被砍爆 只剩下三隻 兩隻 這兩隻還能活下來嗎 最後只活下來了一隻 這邊法蘭克新騎兵爆 打得非常漂亮 把巴蘭克的攻勢直接打完了 那巴蘭克點下這個神權 真的是為了要讓很多生侶 招翔同一隻的時候 只需要一個人休息喔 但沒想到只剩下一隻生侶了 巴蘭克這邊有點虧 結果家裡城堡也是爆 對方法蘭克城堡 是守了下來 但是兩台巨頭不知道怎麼弄爆的 還有這邊打雙線打得非常的忙碌 這裡補下三攻 陣騎兵再次往前收掉了生侶 這邊倒了非常多隻生侶 巴蘭克人這邊至少剛剛賺了一千多塊黃金吧 哇這個生侶個大片喔 死傷慘重 但是西班牙的優點就是他的垃圾兵都不會太爛 戰毛兵擊兵都是三攻三防都是滿的 但是沒有特殊能力喔 所以不到非常強 像是阿茲特克的戰毛啊 或者是斯拉夫的擊兵啊 那種的垃圾兵才是真的強 強得跟鬼一樣 這邊補下精銳支撫兵 支撫兵本身算是一個步兵單位喔 所以西班牙人出西班牙征服者或火槍喔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反制 這裡有出火槍嗎 沒有 是法蘭克這邊出的 這邊戰毛一點火槍非常賺 這邊都是賺對方的黃金兵 這個戰毛被吸引掉了 被這個... 清起兵 好 直接把巨頭拉到右邊 要硬拆喔 這邊MIPER 按了非常多村民喔 像MIPER一直按村民也沒在停喔 反正村民死了 就繼續... 產出來 好 當作戰鬥單位使用 這是反... 這是西班牙人喔 才可以打的一個做法 好 這兩隻火砲 要不要... 預判一下 這一坨的... 子撫兵 但是沒有控好的感覺 直接被子撫... 敲死 好 MIPER這邊的攻防戰打得非常極限 反客人打得很好 城堡一直有... 零... 助力起來 但是... 有點被... BIPER慢慢打了回去 好 這邊支撫兵的效果... 沒有那麼好 被大量戰毛丟還是會有傷害的 好 那西班牙人點下了二防 看來... 要慢慢轉遊俠啊 但我覺得這邊轉遊俠 並不是太好的一個選擇喔 應該是要出漏馬吧 好 西班牙人的漏馬也是... 挺好用的 好... 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補下了更多射箭場 轉出了火槍 好... 三隻僧侶 在城堡下能守住嗎 可以 OK... BIPER終於轉了火槍出來 而不是轉吸針 呃... 支撫兵現在就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待會被火槍射會非常痛 看一下這個火槍射... 這個單位 嗚... 兩槍直接半醒 好... 但是這邊後面有非常多的... 新奇兵想到後面抓生女 但是沒抓到 火槍直接原地開火 支撫兵數量開始下降 哇...被擊殺非常多的支撫兵喔 火槍輸出實在太好 而且西班牙的火槍射速又很快啊 還有攻速加成啊 打火槍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不是打吸針 稍微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喔 現在量纏火槍是重點 開始...瘋狂瑟瑟 那這邊最好搭配就是 擊兵配火槍 擊兵是來打對方的騎士 跟清奇兵 守住自己的火槍兵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這種搭配的話 會比較害怕戰毛兵喔 但是法蘭克勒戰毛又不太行 有點廢 所以這邊西班牙 Viper 利用到了對方的弱點 直接打了一個他沒辦法 很好處理的一個搭配 火槍戰毛配擊兵 那待會Viper還可以轉一些弱碼出來 不一定只能打這些 純步兵單位喔 適時的出些清奇兵喔 可以到對方家裡去鬧 增加對方的防守成本之外 他可以適時的出大量的弱碼 去拆對方的工程器喔 例如火砲啊 或者是巨型投資機 都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 機動性單位 好 反而我們這邊轉出了 重裝騎士跟騎士精神 最後還是要來打騎兵路線嗎 但是法蘭克人要打出騎兵路線的話 其實不太好打 現在遊俠有點點太慢了 殘形時間還需要3到5分鐘 才可以把自己的大戀母俠全部轉出來 這邊法蘭克人要通過這個空窗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這邊有火砲稍微去抵抗一下 炸到全部殘血啊 哇你看這個火砲炸得好 直接慘得要命 這個遊俠先點了 但是沒點跑速啊 跑得好慢啊這個遊俠 重裝騎士在集結 但是沒有集結好 哇他這個快捷劍應該是選取所有的馬舟喔 所以才造成這個馬舟一直產出騎士去送 自己也沒有射好 凡克人家裡已經被塗了進去 但是他還有做一個細節喔 就是他把他的修道院喔 往後搬了 在這裡 五個生物在後方 但我覺得還要繼續往後搬喔 這個前線修道院還是要被波及到 遊俠還有20秒 這邊已經存了28隻的重裝騎士 存在哪裡我怎麼沒看到 在左邊的位置嗎 果然是 好還有6秒 5 4 3 2 1 變身遊俠 192遊俠登場 VIPER這邊的正面交戰 能夠苟住遊俠直接暴打嗎 但是凡克人已經把自己的黃金全部耗費殆盡 正面這些火槍兵直接縮在角落 瑟瑟發抖 192遊俠實在太坦了 坦到一個不行 VIPER只能做一個拉打 趕快按出大量的擊兵和火槍兵繼續生產 現在肉量非常多 他展出了一些馬上火槍兵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也按了幾隻出來 但幾兵陸陸續續走出來想要去扛住 但凡克人這裡沒有黃金的關係 直接爆出了非常多的輕騎兵想要當肉盾 讓遊俠有更多的輸出空間 火槍兵繼續往後拉打 機兵無限量產 反正你損失的是遊俠 我損失的是肉跟木頭而已 機兵效果非常漂亮 直接擋住了這一波192遊俠的壓制 看起來這一波被VIPER擋了下來 法蘭克人還有機會再戰嗎 五個生物已經被打噴了出來 沒有時間去撿 又按了一百黃金的生旅 這邊再繼續輸出 法蘭克人很尷尬 這個組合終究還是要按戰錨 生了戰錨兵的升級 現在打兩戰錨的話是有機會可以擋下來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配一些火槍 戰錨配火槍 然後弱馬 這個組合是比較有效的克制VIPER現在這個組合 火槍跟戰錨是來打擊兵 跟對方生旅還有火槍兵用 肉馬的話是專注抓火槍 騷擾後排的一個打法 但是現在法蘭克人經濟不太好了 雖然有五生物的加持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立即產出這麼多黃金 VIPER直接走到了對方農田底下 踩住了一些農田 這邊巨頭也架了起來 正面進攻 法蘭克應該是沒有第二波的遊俠可以出了 後方農田灑了更多 居然這邊招到一隻遊俠 直接到他家裡面 這邊聰明直接用拳頭暴打 看這個級兵沒有火槍兵打的還是偏慢的 好 但戰錨兵打火槍很痛 這就是為什麼 VIPER這邊要轉一點肉馬的原因 肉馬的話也可以抓對方的戰錨兵 有出了有出了 輕騎兵開始按下去 好 補下更多馬就 輕騎兵互打的情況下 4C半會贏 法蘭克的輕騎兵反而是比較弱一點 好 法蘭克的輕騎兵是72第一血 三攻三防 後方想要在後面亂竄 這邊直接幹走了4個聖物 VIPER想要跑RUN 這邊修道院應該來不及蓋好 少女應該要倒光 哎呀 這邊 偷解聖物失敗了嗎 五聖物想要幹走 但是已經拉到了後方一點點 離VIPER家裡非常近 好 輕騎兵繼續陸陸續續走出來 輕騎兵也在出 火槍也是沒有少 好 VIPER幹了一堆 聖物之後反而克心態炸裂 打出了GG 是我也會炸裂啊 原本自己倒手的五聖物 就這樣眼睜睜的被VIPER直接拿走 太狠了太狠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輕騎兵的部分 西班人輕騎兵還有贏八滴血啊 然後攻擊也是三攻三防 所以後期反而克打肉馬也沒有太大的優勢 非常的劣勢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的話應該是VIPER非常的優 這個黃金雖然輸了一點點 輸了5000 因為人家是五聖物 產了5000多的黃金 所以黃金直接少了5000 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他的這個黃金也是有正常挖碗 外面的野金一人一塊 那食物跟木頭量呢 哇這邊贏了14000的木頭 那經濟方面是贏了大概 915而已 也沒有贏太多 因為兩邊都是打落的 那時候稍微贏了一點點 那VIPER這邊經濟 兩邊都是蠻相似的 法蘭克蘭雖然是慢了一點點 但該點的經濟科技 其實都跟VIPER點的差不多 最後還點下一個三級木 但是這個三級木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到了一個小時之後的時候 三級木的優勢才會體現出來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的打法 算是正常 就是該打的東西都打出來 指輔兵遊俠 吉兵戰毛都有打 但他這個策略來說 遇到對方轉出火槍 戰毛吉兵這種垃圾 大家對配火槍的時候 還是要適時的去轉出戰毛兵 跟落馬出來擋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一直在耗費黃金 在指輔兵上面 很容易被對方火槍直接壓制住 而且指輔兵的侵略性也不夠好 但是法蘭克這樣打又有缺點 戰毛配垃圾兵的打法也沒有侵略性 所以法蘭克人最剛最精華的時間 就是剛把VIPER反推那一波 清奇兵所有大量升旅之後 你就可以適時的去按遊俠升級 然後再一波直接把VIPER帶走 會比較好一點 那記得法蘭克人 也可以去潛壓大席劍塔 或是火炮塔 或是城堡之類的 給VIPER更大的壓力會比較好一點 但VIPER這邊 進攻跟防守還是做得很不錯 還一直利用自己的村民 有這個戰鬥能力的效果 去阻止對方蓋城堡 或拆對方巨頭 效果都是十分到位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